OK 所以這副是英雄能力法 基本上我們超級需要野火 沒有野火 冰箱巨人跟補蟒學徒會運作 所以對 然後帶了一張激勵牌是這個科多獸 其實這副搞不好還可以再變好一點 我們應該點了 因為星山者其實會抽怨靈之處跟野火 就我們 整副只有這兩張法術而已 這副可以無雙嗎? 這樣不行 哇這什麼怪 OK 所以他應該是沉默之類的東西 這兩個是會combo啊 這兩個好像會combo耶 所以會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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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一隻會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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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好應該等這個combo出來 我應該要讓這血量盡量低一點 因為 他應該是會讓他血量雙倍之類的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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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快死了 如果他有正確的牌的話 不過他應該要滑東西來解這張 所以我剛剛其實打英雄之靈這樣子應該比較好 我等一下有英雄之靈 英雄之靈噴啦 我理論上他應該會治療或什麼的 我剩10滴 英雄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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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法術傷害才能攻擊 有點抖 這個新三者一定會抽野火 讓我沒有時間 把它做出來 這個跟 這跟熔英之靈竟然不會運作 這個跟熔英之靈 英雄之靈 要塞指揮關 OK 絕對 恩恩 沉默嗎 他應該要換吧 換這一隻喔 很有趣 OK 有點難受 幹臉 張鼠 等下 OK 花燈沉默 阿這沒攻擊 16加3 16加9 16加12 GG 超驚險 這副是偶術 對 偶術法 基本上我們需要野火 沒有錯 對面是獵人 獵人其實張鼠可能還不錯 這都不是野火 喔 我們的新瞻者 蠻有可能會抽到野火 大概50%左右 龍因之靈跟魯莽不會運作 曹賽只會關 有可能要丟著這樣下來 來 五塊射 TM 全都交給我 阿 太多了 OK 等下鎖的一聲喔 你應該抽兩張吧 他只有抽一張 代表他手上已經有一張快速射擊了 差3點 他還要硬結龍影之靈 6、7 野虎 OK 等下這可以點3下 有可能有冰凍喔 還差一點 QQ 沒有防踏板 等下應該直接壓火眼下來啦 就保證清場然後 一個死死在場面上 九費火眼還是挺舒服的 但守衛森感覺完全正確 其實這副如果第二輪就有野火大會舒服非常多啦 野火還是一張非常強的牌 這邊看起來是直接掛機 對啊應該是直接掛機 對 既然選踏板 選踏板感覺是對這副沒有到很熟啦 不然 不過也有可能是其他兩個秘密就真的很爛 像我也不知道這副到底會帶什麼牌 因為基本上你不會遇到我術法 他如果打OTK的話 獵人應該是完全佔優的 輸給我應該挺歐的 他手上還有一張快速射擊 別 沒有東西了 這是比較正確的play啦 我不知道 可能應該下火眼了 結果他的手下全部都在截我的手下 好我們下火眼 還是差一點 如果先下火眼的話 就好像這一輪就可以先贏 嗎 好像死了 嗚 夾強 夾強是發現來的 GG 那個夾強 倒賊喔 今天DFAP還不錯啦 有點想換一張招 我看野火啊 我們已經把詛咒化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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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話說偶數 偶數DH是不是就零費英雄能力啊 我們有消耗為E 我下輪可以龍鷹 然後清吧 但是改版感覺有點關注到 開放喔 錢幣 營業草 這應該只有 話說魯莽跟 這個龍翼之間不會運作 超詭異 我可能應該直接怨靈之書 然後打一張二出來 他帶營業草毒藥跟海盜 應該是王貨賊 理論上應該是王貨賊 沒有被吃 我們留下這一張 因為這一張跟魯莽還挺搭的 這個兩張combo 他這一輪還不錯 是我們就拍 所謂的神像 竟然不選擇 多抽一張牌 魔刀有直接幹臉 打手下 打手下 齁 齁 我 不知道這樣 對不對 可能直接打兵行者 比較好 可是他幾乎一定會結 我的所謂一聲 他還在結場 齁 拉這張很好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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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算換他換刀 抽刀其實也沒用 兵挺者讚讚 OK 所以這是今天的 這叫什麼 偶數法 英雄那裡有偶數法 然後 我們高費其實有帶一些 就是比較不常見牌啊 比如說冰霜跟這個 可多獸 那基本上 這個激勵跟冰霜這個降費都會跟 魯莽血圖搭配 所以 你可以 就是10費可以狂叫一堆可多獸 真帶索瑞森我覺得也很好啦 因為 其實偶數的 這個費用有時候會卡住 然後 帶索瑞森就是對 解鎖費用來說或者讓費用變靈活有 很大的幫助 然後當然火眼嘛 火眼其實還蠻有觸發的 這邊 其實可以考慮 不要帶或少帶 怨靈之初啊 就這邊的法術組成可以再 考慮一下 因為星三者 其實直接抽野火或許會比較好 不過怨靈兩費抽三也有點太好了 所以就對 而且有點像是怨靈抽完之後你的 索瑞森降費才會比較強 嗯 大概就這樣 這邊 唯一的干擾牌算是章鼠吧 可以拉一些 就是 其他人的關鍵章 嗯 大概就這樣 我猜如果打任務 任務 任務 任務賊的話 但也要用章鼠拉他們關鍵章 嗯 瓦登乘窩 瓦登乘窩有點是跟那個 兵刑者combo 是嗎 算是吧 我不知道 就是一個內建冰霜星星還是挺強的 無論如何 而且你帶魯莽學徒已經沒有辦法帶那個 呃 卡札了嗎 已經沒有辦法帶卡札進來 因為你基本上 兩張魯莽也是這副的 很強的點啦 六費這邊 或許可以少帶一張可朵手 可朵手其實沒有那麼好 然後再找一張好的四費帶 或許 還比較實在一點 不過打他欄也不大夠好 因為 我沒有什麼法術傷害 搞不好是帶龍蠻配浴師的 可是我沒有法術 嘖 對阿 有點難 大概就這樣阿 這副我覺得還挺有趣的阿 如果你們有牌的話可以考慮一下 我們之後再 我們就之後再見吧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拍 掰掰 我們就 掰 訂閱 按讚 留言 分享 掰掰